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BIRTH GROUP控制器 BIRTH GROUP控制器呢 它可以将一套设置好的网盒作为例子 包括这个网盒对象的位置啊 方向啊 以及它的材质 那么有了这个控制器呢 我们就可以在世界里面不需要这个外形控制器 也不需要出生位置控制器 也不需要其他类型的出生控制器 材质控制器也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控制器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控制器 说简单的呢 它实际就是一个将物体变成粒子的这么一个控制器 我们首先先来236打开粒子式图 拽一个FITICS FLOW进来 然后呢 我们在场景中建立一个立方体 将立方体给一个贴图 打开材质编辑器 拽一个材质给它 找到慢反射 指定位图 找到配套光盘中提供的BIRTH GROUP.JPG 这是一张蝴蝶的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蝴蝶图片呢 还是很真实的 打开 显示 打开 这样的话 这个立方体上面就有了蝴蝶的图案 我们将立方体调到一个正方体 这样看着好看一些 位置坐标呢 我们将它归零 然后我们使用BIRTH GROUP控制器 替换BIRTH GRADE控制器 在这里呢 我们将 Description关闭 然后选择当前场景中的这个物体 它要作为例子的物体 点击Add 点一下的就可以 或者呢 我们点击Selected 将选择物体加入进来 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名称 就加入到ParticleObject 粒子物体的列表里面了 那么然后我们将原始的这个物体隐藏 Hide 隐藏它 将外形控制器删除 大家看 这样 这个粒子就出现了 实际这是一个将物体 转化成粒子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它抬高一点 注意 如果想把它抬高的话 不是调这个动力学引擎 是将原始的物体再显示出来 Unhide 选择原始物体 把它调高 但是我们发现 你把原始物体调高之后 这个粒子并没有跟随变化 我们点击Update Particle From Object 更新粒子从物体上 大家看 它就更新过来了 再将原始的隐藏 就没问题了 当然还有一个 技巧 就是我们创建一个球体 我们将这个物体 从列表里头删除 Remove 然后呢 我们点击Buy List 将球体加进来 大家看 这就变成了一个球体 这个球体 我们也给它了这个材质 把这个材质 先把物体隐藏 这球体 材质给它 如果我们不给它材质 注意看 我们换一个材质给它 是一个空的材质 我们点更新 大家看 这个物体就没有材质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将它加到列表之前 这个物体是没材质的 那么你试进来它也没有材质 如果你之后再给它一个材质 那么 粒子是不能更新的 大家看 物体有 但是粒子没有 我们点击更新粒子从物体 这个按钮 除了能更新位置 角度以外 还能够更新贴图 大家看 OK 那么这个控制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控制器 大家看 它默认的这个image time 出生时间是零帧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二十帧 这样的话 大家看 那么我们把原始物体隐藏 可以看到刚开始 没有当前的这个粒子物体 二十帧以后 它出生了 掉下来 我们回到零 有了这个控制器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就不需要其他的burst Precision Icon 或者Precision Object 出生控制器 包括不需要 Shape Instance 或者Shape的外形控制器 用一个全可以搞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两群粒子之间发生碰撞 这个控制器 也可以让这个粒子 产生动力学的碰撞效果 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将它 它 它和它 复制 粘贴到一个新的时间里 同时拽一个burst grid进来 两者连接 由于整个动力学的引擎 我们是直接复制的 大家看 Felix X World 02 Felix X World 02 没问题 注意你复制过来 同一个引擎 而且连到同一个全局事件上 就会产生动力学碰撞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复制过来之后 这个动力学的数据变了 我们说引擎一定要放在最下方 外形放在这里 这样就没问题了 OK 我们把grid调整一下 grid size给到10 icon size给到50 刚才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说过了 那么它可是需要外形的 我们给一个ship外形 选择ship为立方体 OK 按下F3 F4件 把这个grade给到10.2 让它们中间有一些空隙 选择 出生的这个birth grade 按名称选 将它拉高一些 放在球体的上方 我们看到这两个粒子就会碰撞 底部的球体现在是粒子 上面的这个立方体也是粒子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动画 大家看 它们就会产生动力学碰撞了 为什么粒子被弹开 上面的方块被弹开 球体基本没有动呢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质量 点中它的外形 这个球体的外形也不对 球体的外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sphere 我们改一个名字 这个是box 我们看box用这种外形没问题 但是sphere不能用立方体的外形 我们用球体的外形 好 再来看一下 球体动不动 大家看这回球体就动了 如果觉得box被砸得太远 崩开得太远 我们将box的质量 调整一下 选择byvalue给到5 球体呢 byvalue我们给到10 这样的话 每一个方形的粒子质量都是5 而球体的质量为10 大家看 这样的话球体就会被它弹的滚来滚去 OK 好 那么 关于这个 birth group 出生组控制器 它如何使用 以及它的一个扩展的这个实力 应用的小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